先把東西放下 男子持電鋸鐮刀遭警方圍捕 還坐視要攻擊 圓警持盾牌舉槍以及電擊槍 大聲呵斥 男子仍不聽勸警方後下板機 男子慘遭電擊十幾名圓警 瞬間衝上前 將他壓制在地 另一邊男子的父親頭部撕裂傷 堂姐右手割傷緊急送醫 事發在南投草屯 警方獲報有民眾殴打父親 請中性男子無業 向父親討錢花用遭拒絕 進持工具攻擊家人 他已經十幾年都這樣子了 他這邊有喝酒 錢了就怪怎樣 情緒就兩紅 然後就拔起來 稱一名兒子傷害父親 該名男子正手持器械與警方對峙 依規定以拋射式電擊器 將其制止管束並送醫 警方隨後將犯嫌代凡所訓問 為保護被害人安全 並立即受理 申請緊急保護令 中性男子的行為引來警力大陣仗包圍 最終遭到制服 移送南投地檢署法辦 三雄無愧障礙現任